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呀 今天要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一下 住在意大利一天都在吃什么 我们的第一餐当然就是早餐了 意大利的早餐都是甜的 我们也入乡随俗 点了可颂和咖啡 其实这一家的主营业务呢 是卖面包 还有一些曲奇饼干什么的 所以他们家的咖啡真的算不上是好喝 两欧可以无限续杯 每次在外面吃早餐 都能看到带狗狗进来的客人 今天来了三个小狗狗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腿都很短 但是非常的可爱 意大利其实是一个对猫猫狗狗特别友好的国家 狗狗呢可以进这种咖啡店 餐厅 包括狗狗也可以坐上地铁 可以跟我们一起坐火车旅行 满意的享用完早餐 我们就来到超市 准备今天中午的食材 今天中午呢 我们打算做一份意面 它有鱼肉以及蔬菜 在意大利呢 基本上有鱼肉出现的意面 就不会再去撒奶酪了 因为我们家正好也没有奶酪 然后一份地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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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阿里鱼肉 阿里鱼肉就是鱼肉 老外叫鱼肉 鱼肉跟小鱼肉 中间这个花心给它去掉 因为花心应该给它先拿来煮汤 嗯 所以先拿洋瓜花摘一下 花心摘一下 嗯 小鱼肉 一份地鱼肉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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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熟 香喷喷的意面出锅了 大家可以看到 提鱼已经不见了 因为它小小的身躯 已经完全融化在这道面里了 而且呢 整个过程我们也没有加任何的盐 因为体鱼本身就已经是被腌制过的 所以整个的这个咸度也是够的 而且我们还在超市里买了一只小烤鸡 现在我们就是有意大利的第一道菜 也就是主食 还有第二道菜 一个肉类 这完全符合意大利的一个餐标 我朋友的手艺还真是不错 我以前去他家吃过几次中国菜 没想到他的意大利面做的也这么好吃 我不禁要感叹啊 现在的年轻留学生真的是得志提美劳 全面开花 把我这个前浪都打在沙滩上了 不过呢 我也坐收了鱼翁之力 下次我还要邀请这个朋友来我家 做更好吃的一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